现代社会还有相亲的必要性吗? 我觉得可以继续让工作忙碌的年轻人 有时间可以认识更多的另一半 像我表哥也是 他相亲了总共十次 到最后终于找到合适的对象 我表哥他是一个老师 每天生活也是很忙碌 没有时间交朋友 就帮他介绍条件相符的对象 表哥的太太也是一位老师 可以说是门当户对 相亲或自由恋爱都可以 如果朋友很多 也可以帮彼此介绍 看情况而定 如果朋友比较少的 可以参加未婚联谊活动 多认识一些朋友 这样也不错啊 两者都可以的 虽然现在网络非常的发达 那一般就是文笔比较好的人 他们在网络上聊天会比较吃香 他们一见面 有时候也会发现说 哇咪 真的不是我的菜 虽然聊得很好 也会这样 有的是一见面 还是不敢讲话 还是很多 所以我认为相亲有必要 千里姻缘一线签 如何提高相亲的成功率 时代不同了 相亲真的有存在的必要吗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科技又那么进步 可以用通讯软体 社群 甚至还有视讯可以交谈 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 都可以认识交往啊 不一定还要靠传统的相亲介绍吧 来看题目 请 依你的观察 现代社会还有相亲的必要性吗 有的请举圈 没有的请举差 请举牌 大家都觉得有存在的必要耶 四倍都正同耶 不管是以前或现在 相亲还是有必要的 为什么呢 我们先来请教 景成 为什么你会觉得 经由相亲而认识交往 也是不错的呢 像我刚刚说过啊 自己的朋友圈子比较小 再加上自己也忙 所以当然还是需要别人介绍啦 像我本身啊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所以我觉得相亲应该还不错啊 嗯 还不错 现在很多人都用网路 视讯或是交友软体来认识朋友 人际关系也更宽广了 你不会想试试这个管道吗 从没有想过吗 网路交友 没有想过哎 有人可能自己很胖 结果他就假借别人的照片来欺骗网友 或者是故意抓角度 让自己看起来很瘦 这种情况很多 用网路我自己还是比较害怕 不敢去尝试 如果是朋友介绍的 因为这个朋友我认识 他对我也很了解 朋友介绍的对象 我比较可以信任 现在想要请教康辰啊 你在帮人家介绍男女朋友 你会直接用相亲的名义 还是用联谊的名义来媒合呢 我觉得联谊一般的人 接受度真的比较高 像我也常常会帮一些 未婚的男女朋友 举办一些像户外的一些 烤肉活动啊 旅游活动 让他们在一个活动当中 就是彼此去做交谈 那尤其是游戏 办这个游戏的话 他们的接触会更快 家燕 每当你要去相亲的时候 别人问你说 你去哪里啊 你会勇敢地回答说 要去相亲吗 会不会对相亲这两个字 特别地敏感 会吗 有啊 我听到马上就变脸啊 感觉好像是跳楼大拍卖 就是你后面挂一个就是 词女自销那种感觉 卖不出去 遇到说这种话题的话 我一定就跟人家讲说 就一定不会 就说我们要去跟朋友喝咖啡 就这样子 待过 那么如果你对相亲的对象十分满意 你会主动地去追求他吗 应该是女追男才是 女追男才是 会吗 我会制造一些可以一起做的活动 譬如说我会找他可能是去那个什么 红楼堆拜拜 然后就可以就是走那个什么古道啊 或是一起去草岭那个草岭古道骑脚踏车啊 然后做一些活动 比如说一起去看展览这样子啊 对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再借由这个过程相处这半天一天的过程当中 你可以觉得说我们是可以做朋友是还是做认识还是做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好朋友还是有那种可能的空间 是啊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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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 恭喜 很想不要多多益善啊 因为我那是不然的话你自己看那个迪化街那个什么月下老人庙那么多人去拜 对不对 当然是有这个的话希望就是会来一条那种红线 然后呢是比较强一点你知道 不要像是那种那种蚕丝还是那种丝一下就断了一种那种也没有用 当然就是希望这个的话可以加强变成你知道你看 金属材质希望来的是一条钢线那种钢锁这样就不会断了 所以你也会到约下老人庙去祈求姻缘让你早日找到好归宿吗 当然啦因为那个你知道我们我们就是像你一开始讲说白马王子白雪公子你知道吗 当然就是还会希望说红线那一端一定会有一个总有一个人会在那边等我的啊 佳燕真的是很可爱 祝福佳燕啊能够早日觅得良缘找到自己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祝福你 再次感谢四位来宾跟我们分享他们的宝贵经验 谢谢 感觉呢是见仁见智很主观的想法没有对或是错看到对方第一眼的感觉很重要但是看对眼开始交往之后呢我觉得那才是考验的开始呢 没错想要密得良缘一定要靠自己努力才能达成哦 今天节目也进行的差不多了 如果观众朋友对任何的议题有兴趣或是也想来节目中跟我们分享的话 欢迎到听听看的网站留言给我们哦 别忘了每个星期六下午4点30分要准时收看听听看哦 听听看下周见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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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